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条重磅新闻 首先前总统特朗普要求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立即辞职 指控他在拜登健康问题上对国会撒谎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让我们拭目以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接下来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利斯 分别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讨论中东局势和加沙停火问题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 美国政府正在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停火协议 这一系列会议无疑将对中东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巴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员工 在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发起罢工抗议低工资问题 这家酒店是国际奥委会成员的下榻之地 罢工行动无疑会对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造成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六度台 前总统特朗普近日要求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立即辞职 指控他在拜登健康问题上对国会撒谎 雷在国会作证时否认看到拜登的健康状况有任何下降 但特朗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公众对此事的进展拭目以待 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将在白宫分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讨论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停火协议 哈里斯的会见尤为重要与他的总统竞选息息相关 巴黎五星级酒店员工在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发起罢工抗议低工资问题 这家酒店是国际奥委会成员的下榻之地罢工行动无意会对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造成影响 中国研究院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引发了广泛热议 他在演讲中试图达成两个目标 感谢美国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及伊朗联盟的战斗中的支持 并阐述以色列对加沙战役结束的看法 强调伊朗是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尽管内塔尼亚胡的演讲获得了不少掌声 但在美国国会内外他也面临着不少反对声音和示威活动 这次演讲更多的是为了重塑他在以色列的形象 展示他作为以色列最佳大使的角色 大家对于他的表现和未来的影响拭目以待 明镜新闻台李强面临背负3000亿以就换新的压力 计划在8月里推这一政策 但市场对此不看好 与此同时胡锡进炒股亏损超10万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他本人表示有点惭愧 中俄四架轰炸机进入北美防空识别区遭到拦截 中国专家表示未来可能还会有类似行动 中国奥运团只接受央视访问 引发了金牌无用论的 网络热议 川普阵营转移攻击对象 万斯曾批评贺锦丽没有生小孩不会治国 这些热点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经济日报报道 以色列正寻求修改加沙停火协议 要求对返回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筛检 以防止潜在的哈马斯支持者回到北部地区 哈马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拖延时间 以色列在开罗的谈判会议上提出了这些新要求 但哈马斯拒绝接受 认为这超出了之前达成的协议框架 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白宫和埃及外交部 均未对此作出回应 而哈马斯高层则质疑以色列的诚意 网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讨论加沙停火问题 哈里斯表示 美国将确保以色列的自卫能力 同时希望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释放所有人质 他还支持两国方案 认为这是确保以色列安全和巴勒斯坦人 自由的唯一途径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强调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直到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尽管面临国内外的压力 内塔尼亚胡的讲话基调依然强硬 许多以色列人质家属对此深感失望 网易的真相报道 加沙停火谈判再次推迟 以色列推迟了代表团前往卡塔尔的时间 等待内塔尼亚胡与拜登会面的结果 尽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表示 要实现全面胜利 哈马斯指责他阻挠了停火协议的达成 美国官员声称 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但仍存在障碍 拜登在全国讲话中提到 将继续致力于的结束加沙战争 但法新社和华盛顿邮报认为 尽管美国官员乐观 停火谈判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最终能否达成协议仍是未知数 东方日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巴萨尔 阿萨德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 巴萨尔 阿萨德表达了对冲突升级的担忧 强调叙利亚和俄罗斯都面临重大挑战 并需要合作应对 虽然克里姆林宫为透露会谈的具体细节 但外界猜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关系附交 可能是一题之一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土耳其支持反政府军 两国关系破裂 然而 最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萨尔 阿萨德都表示愿意恢复关系 前提是尊重叙利亚主权 并支持打击恐怖主义 中央社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教师联盟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 猛烈抨击前总统特朗普及极端共和党人 指责他们危害来之不易的自由 贺锦丽特别强调 极端分子正在打压投票自由 并要求教师配枪 却拒绝通过合理的枪支安全法案 他结合个人经历和政治理念 呼吁教育工作者继续努力 保护学生 免受暴力侵害 贺锦丽希望通过这次演讲 凝聚民主党阵营的关键力量 为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大选做准备 星州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帖子 呼吁如果他被暗杀 美国应该消灭伊朗 将其从地球上抹去 特朗普的言论 让人想起他在白宫期间的煽动性言论 他提到 自己在宾州的竞选活动中遭遇枪击 而美方官员透露 事先收到有关伊朗密谋暗杀他的情报 尽管最终确认 枪击案与伊朗无关 但特朗普依然对伊朗发出了强烈警告 此举让人回想起 他在2019年威胁伊朗的言论 以及他对朝鲜的类似威胁 尽管后来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经济日报 本周初 美国民主党总统选举换帅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总统拜登在宣布退选的过程中 仅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 而为亲自现身 这种隐形退选引发 了公众的质疑 尤其是在拜登感染新冠病毒后 白宫称其需要隔离治疗 但拜登的轻微症状 并不妨碍他通过视频向国民解释 拜登的隐形 引发了对党内逼宫灭生的猜测 一些人认为这是 为了避免拜登在公开场合出错 而副总统贺锦丽 则在72小时内迅速集结党友 金主和媒体 发动闪电站 筹得8100万美元捐款 获得2579张党代表票 并展开跨州竞选攻势 迅速确立了 他在民主党内的接班人地位 经济日报 贺锦丽的竞选策略已经成形 他致力于巩固党内团结 并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他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向特朗普发起攻击 暗示特朗普是罪犯 贺锦丽曾是加州总检察长 与各种恶棍斗争过 因此他认为自己了解特朗普属于哪类人 在贺锦丽发动闪电站的同时 拜登也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短暂现身 准备返回白宫 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 阐述自己退选的原因 强调捍卫民主比任何职位重要 并胜赞贺锦丽为坚强有能力的领导者 经济日报 美国的游说集团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尤其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和军工综合体 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扣上反犹太主义的帽子 来影响美国的政策 而军工综合体则通过安插自己人 进入政府部门来维持其利益 台湾的游说集团近年来也重新活跃 推动美国对台政策 贺锦丽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虽然有差异 但都无法摆脱这些游说集团的影响 贺锦丽如果当选 预计会延续拜登的政策 而特朗普则可能终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对以色列的态度难以预测 无论谁当选 美国的外交政策 都将继续受到这些游说集团的影响 韩联社首尔7月26日点 韩国总统办公室官员26日透露 总统市正在紧密关注电商平台 TMON和微美铺的欠款事态发展 官员表示 总统市已指示公正交易委员会 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等有关部门 保持紧密沟通并迅速应对欠款问题 公正交易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 现已联合展开现场调查 并讨论针对消费者和商家的赔偿方案 针对中小型电商企业提供紧急补助的方案 各部门也在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 新加坡跨境电商巨头去天 Q10集团旗下的韩国电商平台 TMON和微美铺 近期爆发重大欠款危机 导致卖家面临资金短缺的风险加剧 甚至有观点担忧 这一事件可能引发连锁倒闭潮 星州网报道 华盛顿最新民调揭示 副总统贺锦丽在关键战场州的表现 由于总统拜登缩小了与特朗普的差距 爱莫生学院希尔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 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领先 但在威斯康星州与贺锦丽持平 贺锦丽在这些州的表现 较7月初的民调中胜过拜登 纽约时报希尔纳学院的民调 也显示贺锦丽对抗特朗普表现更佳 特朗普仅以48%对 46%领先贺锦丽 而三周前 他以49%对41%领先拜登 路透社易普索的全国民调显示 贺锦丽以44%比42%领先特朗普 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并支持贺锦丽接棒 他已展开竞选活动 CNN委托独立民调机构 SSRS的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以49%支持率 领先贺锦丽的46% 但差距在误差范围内 选民普遍支持拜登退选 并做完任期的决定 尽管民主党内部对贺锦丽 是否应延续拜登政策存在分歧 但他获得了广泛支持 95%曾支持拜登的选民 现转而支持贺锦丽 而92%曾支持特朗普的选民 继续支持他 曾表示 两边都不支持的 选民中 30%现支持贺锦丽 27%支持特朗普 民调显示民主党换帅后出现巨大转变 支持贺锦丽的选民中 半数投票是为支持他本人 而拜登支持者中 仅37%表示 他们投票是为了支持总统本人 针对35岁以下选民 支持贺锦丽的占47% 支持特朗普的占43% 在非裔族群中 贺锦丽的支持率于78% 特朗普仅15% 本次民调随机抽样1631人 进行线上或电话调查 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星州网报道 克里姆林宫周四表示 愿意与乌克兰就结束冲突进行谈判 但公开质疑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的执政和法性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在访华期间强调 只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 基辅愿意会谈 但目前尚未看到这方面的迹象 客工坚持谈判 必须依照俄国提出的条件进行 并质疑泽连斯基的五年任期已届满 应该举行大选 然而 泽连斯基和西方领袖认为 战争时期应暂停正常的政治规则 且客工无权批评他人 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但需要了解乌克兰方面的意愿和许可程度 莫斯科一直将泽连斯基描绘成美国的傀儡 但泽连斯基予以否认 佩斯科夫指出 除了泽连斯基的合法性问题外 乌克兰法律禁止与俄罗斯接触和谈判 也是一个障碍 今年6月 俄罗斯总统普听曾表示 只要基辅同意放弃加入北约 并移交莫斯科 声称拥有主权的全部四个州 愿意结束乌克兰战争 但基辅随即回绝 称这无异于投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ç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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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